在呼啸的狂风中守护智力的安宁静美 摆脱现代生活方式 让巴西的热浪化作阵阵清凉 丹麦名不见经传的小岛 蜕变成一片世外桃源 是谁破解了大自然的密码 又是谁开启了绿色未来的钥匙 祝梦天下在风中听建筑在歌唱 你好 欢迎收看祝梦天下 我是周云琪 大家小时候可能听过一个脑筋急转弯 就是什么东西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是无处不在 答案就是空气 是的 我们虽然看不见空气 但是可以感受到空气的流动 那就是风 1805年的英国人Francis Beaufort 就按强弱把风力划分为13个等级 像比如说二级风 那就是人可以感到的清风浮面 树叶微微作响 而八级风比如说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树枝吹折了 逆风前进的时候会感到困难呢 可以说这个风啊影响的大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南美洲智利的南部呢 有一处地方非常特别的名字叫Patagonia 那这个地区呢大风从年头刮到年尾永不停歇 有的时候呢那里的风速会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 树木呢都没办法笔直的生长 就好像都得弯得腰死了这样子 那有的甚至会直接被大风吹断 那这么一个地方呢听起来好像条件很恶劣吧 应该没有人会想去吧 事实正好相反 在Patagonia中部的百内国家公园呢 每一年都会迎来许多世界各地的游客 他们在这里徒步露营 而且国家地理杂志呢也曾经把百内国家公园呢 列为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 好奇了吧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片神奇土地呢 赶快去看看 智利位于南美洲西南部 它是世界上地形最狭长的国家 由于国土横跨38个维度 所以智利的地形和气候复杂多样 比如在智利北部的阿达卡玛沙漠 就被称为全球最干燥的地区之一 但在智利南部的百内国家公园 却是另外一番样子 震撼人心的冰川 巍峨的山峰 湛蓝色的湖泊河流 还有一望无际的森林 和自由驰骋的野生动物 好像是童话里描绘的世界 在这里春光浪漫 夏时聪裕 秋林静染 冬雪冷艳 如果有人运气足够好 甚至可以在一天之内 感受到四季不同的风韵 百内国家公园满足了一名旅行者 对于美景的各种幻想 而巴塔哥尼亚地区特有的狂风 则是大自然给所有旅行者 准备的一份见命礼 在巴塔哥尼亚这个地方 风没有停的时候 一周七天 这里的风速都能达到 每小时一百公里 风影响着这一切 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的精神状态 我们掌握不了风 但我们学会了 怎么跟它和睦相处 这些小房子 是百内国家公园里的生态营地 它们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个圆顶的帐篷 在这里看不到混凝土的痕迹 木头是构成建筑物的主要材料 这种生态穷顶的设计 借进了当地土著居民的住宅理念 所有房子都保持着球形的建筑结构 三角形的穷顶面面 将墙风的压力分散开来 给房间里的人们带来舒适和宁静 而半圆形的外观 也尽可能地扩大了内部空间的面积 这个设计参考了空气动力学原理 住在小屋里的人们几乎感觉不到风的存在 实际上和普通住宅相比 在这里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得多 这些球形建筑物并没有固定在地面上 而是用抬高的平台支撑 它们可以随着季节变换位置 保证草木生长 动物繁衍 让生态环境自我修复 从前为了保持室内温暖 当地的土著居民会把珍稀的动物皮毛覆盖在屋子上 而在生态营地 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更新换代了 这个房子的屋里是用旅馆组合而成的 上面覆盖了一层 用距离乙锡制成了保护杖 这种用天然材料制成的绝缘编织物 预寒效果很不错 虽然房子里没有暖气 但这些床都是用顶级羊毛制成的 它非常保暖 人们可以睡个好觉 许多旅游把生态营地当成大北营 他们从这里徒步或者骑马 向崇山峻岭和冰川前进 我是这里负责组织长途探险的巷岛 这条路长达150公里 一般人总共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走完 这项活动是为18到70岁或者75岁的游客提供的 但实际上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年龄限制 这里太棒了 让我觉得很平静很安宁 我们喜欢这里的风景 还有人 他们非常友好 而且他们尊重这里的环境 这里不仅是旅游者的天堂 还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公园里至少有140种动物 其中有很多在其他地方已经难觅踪迹 很多人说来到百内国家公园 才真正有了回归自然的味道 在这里我们都只是天地间的匆匆过客 灰一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如果你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远离城市喧嚣 在大自然中寻求精神慰藉 那么智力的百内国家公园 可能就是那个对的地方 我刚好碰到一个朋友 说准备去Patagonia那呆上一个月 住在一个羊圈里面 听起来挺美好的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里 不一定能够充分感受到天地之间的美好 因为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享受这种美好 就包括很多的要克服的条件 譬如说在这露营 你选择的时候 整个选择就要很有学问的 你在植被比较低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那边比较好 我们搭个帐篷 其实那边的风速会特别的快 风比较大 连续的不断 晚上你的帐篷会被吹的呼呼呼的作响 你不一定能够睡觉 可是呢 我想这个虫子啥也不会有太多的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看到这个生态营地呢 其实他就选在一片植被比较高的地带 那这里的风就会比较小 再加上房子本身的设计呢 可以阻挡狂风 那就给人一片比较安宁的场所了 所以呢 人们说呢 我们要学着习惯 适应 接受 特别是适应我们生存的 在这个更强大的一个这么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因为在这里呢 你没有办法选择嘛 是不是 如果这个风要来 他就是要来 没有风你当然高兴 可是你是确实无法停住这个风的脚步 那么生态营地呢 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 这个比被动习惯更聪明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主动呢 寻找合适的方式 跟他愉快的相处 那下一节回来呢 我们要继续往北走 去看巴西一座特别的房子 他告诉我们 如果不能停住风的脚步 那就踩准节奏与他共舞吧 现在我们这里是秋冬季节了 在很多地方呢下大雪了 可是呢在南半球 气温确实越来越高了 是吧 到夏天了 那在天气热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种电气非常吃香 那就是空调冷气机 那无论是在公共场所 还是私人住宅呢 现在很多地方的人们 都已经习惯开空调来降温 我们都依赖空调了 那实用的人一多了呢 当然电能消耗就特别的大 而且还容易造成温室效应 地球的温度不断的上升 那么你说是不是有更多人 就要开空调了 其实这样子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知道像很多地区现在呢 很多地方呢 到了某一个季节或怎么样 就要开始限电了 这个其实不是太理想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说 那怎么办呢 这个房子啊 照了夏天不开空调呢 那太难熬了 可是其实我们回头想一想 这个在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 没有电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 是不是有一些方式 到今天仍然可以借鉴 比如说有一项古老的技术 是人类历史上的长期用来 调节室内温度的原始手段 与复杂耗能的这个空调技术相比的话 其实这个技术看起来就 哎 环保实惠又简单 可是呢 非常非常好用 在巴西的北部就有一个小别墅呢 采用了这个方法 那虽然它处在热带地区 常年是湿热的 但是房子里面完全不用开空调 那这项技术呢 到底是什么呢 马上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这是巴西北部的一个小渔村 每年到了北半球冬季的时候 这里就会变得非常热闹 许多葡萄牙人跨越大西洋 来到这里过冬 巴西是世界上热带面积最大的国家 在这里 冬天和夏天的温差很小 这个小渔村位于赤道以南 气温常年保持在22到33度之间 鸡鸣声伴随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这是Juliano Sousa 在家中最常听到的声音 眼前这座房子就是它的度假屋 叫做热带之家 虽然这个地区气温偏高 但生活在热带之家里 却能感受到阵阵凉爽 我想要一栋既舒适又环保的房子 我不想依赖机器 也不需要空调 当房子的建筑师把设计图纸拿给我看的时候 我被他们的设计惊艳了 这里的风主要来自西南方向 我们就依照风的走向来安置房子 让风涌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房子的建筑师是葡萄牙人 当他们着手建造热带之家的时候 所有人都进行了一番思考 这里没有工业 几乎什么一磅都没有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要学会利用当地最平凡 最常见的东西 我们建造这栋房子 完全没有使用任何机器设备 所有东西都是手工打造的 建房子的木材 也没有经过复杂的加工处理 它们都是从帕拉地区直接运来的 热带之家一共有三层楼高 一楼是车库和一些开放空间 二楼有三个卧室 三楼整层是一个宽敞的客厅 整栋房子被阴影环绕 木制的阳台 楼梯和屋檐 身处其间仿佛置身大自然 你看 站在这里 我可以尽情地欣赏周围的风景 不过这里日照非常强 所以为了遮挡阳光和保护个人隐私 它们设计了一个小机关 这有点像我们常用的窗帘 除了这个小机关 建筑师还设计了环绕四周的玻璃木墙 让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周围的自然风光 同时它们还把屋顶设计成了微字形 这样在历日当空的时候 就能在房子周围创造出更多的阴凉 通过调整窗户打开的角度 房子主人可以自由控制进入房间的风量大小 正是由于这个自然通风的设计 热带之家才能长年保持凉爽 这座房子的设计不单单只关注对风的控制和利用 它把许多自然元素都纳入其中 营造出独特的感官体验 当我们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品尝着波尔毒酒 阵阵微风穿过屋子 那种惬意的感觉 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像梦一样 太奇妙了 当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房子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引人成了一幅美妙的生态画卷 阳光和沙丘 蓝天和海洋 植物和动物在这里 所有的元素都和谐而统一 风也好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客人 让人们保持一种现代生活的质量的同时 还能找到一种回归自然的感受 像这样的一种生态设计理念 在我们的身边也是常见的 比如说在一些中式庭院 或是旧城区 经常你在建筑物的外墙会看到一种植物 叫爬山虎 密集的叶子覆盖了墙本身的颜色 就像穿了一件新衣一样 那爬山虎你想想看 它不仅是可以为建筑物遮挡强烈的阳光 还可以减少环境的噪音 吸附飞扬的尘土 而且非常美观 那由于这个叶片与墙面之间 还有这个空气流动 所以它还是可以降低室内的温度的 而且到冬天 你房屋最需要阳光的时候 它的叶子就脱落了 不影响我们的日照 像这种爬山虎外墙 或是巴西热带之家的通风设计 可以说都是用绿色省钱的方式 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下节回来我们要跨越大西洋 去看看丹麦的一座小岛 这个小岛上的居民 不仅仅是会省钱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利用风来赚钱了 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 100多个国家的谈判代表是聚集在了一起商讨 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 在这场局势瞩目的大会上 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小岛成为了宣传典范 这个小岛叫做萨姆索岛 位于丹麦 那整个岛面积呢 大约是114平方公里 岛上居住的4000多位村民不多 那长久以来呢 村民们取暖用油都需要通过船只 从外界运往这里 其实很多岛都有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那他们的电力呢 就是主要依靠岛上的这个燃煤发电厂了 通过电缆再传输到各家各户去 那有人就统计过呢 曾经岛上的每一个村民呢 每一年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11吨 那在这个主要以农业为主 并不发达的村子里 人们只知道保障基本的生活 并不关心生态环保 那当时呢 谁也没有料到 这个地方呢 以后会变成一个全球知名的 可再生能源之岛 而这一切的转折呢 都源于一次 由丹麦政府组织的新能源竞赛 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驱车向西大约两小时 再换成文船 就可以来到这片绿色天堂 萨姆索岛 1997年 有许多记者来到这个岛进行采访 当时岛上的大多数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一年丹麦能源部 组织了一场竞赛 决定从全国挑选一个岛屿 实施新能源试验 目标是用十年的时间 让这个岛实现百分之百的 新能源自给 当时一共有五个岛屿 参加了这项竞赛 每个岛提供了 一项具体的设计方案 最终我们获胜了 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回岛上 甚至没有人相信我们 居然能击败其他岛 最初岛上居民 对这个可再生能源改造计划 并不理解 还有人担心这样的试验 会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 这时在当地教授 环境研究课程的老师 赫尔曼森站了出来 他挨家挨户 敲开各家的门 向居民们推销这个计划 说实话 这里的大多数人 其实都对新能源不感兴趣 刚开始 他们只是关心一些 非常实际的东西 比如说 是否能赚钱 那时候赫尔曼森说 我们可以利用新能源来致富 就是这句话吸引了我们 萨姆索岛上的风力资源 非常丰富 根据计划 他们在岛上 建起了11架大型的 风力涡轮机 通过风力来发电 其中有两架 是归岛上全体居民所有 另外9架 分别属于9位投资人 特兰伯格就是其中之一 他把半辈子的积蓄 投入进去 认购了一架 标号为8的风力涡轮机 当时我决定赌一把 事实证明 这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最的决定之一 他帮我赚了不少钱 除了最初11架 大型风力涡轮机之外 许多村民又自发投资 建造了中型和小型的 风力涡轮机 2003年丹麦政府 又组织在海上 建造了10架风力涡轮机 风车成为萨姆索岛 一道特别的风景 这个岛的大部分电力 都是由风力涡轮机提供的 他们生产出来的能源 已经大大超出了 我们的需求 每年至少有40%的电力 可以用于出售 我们通过电缆 把电力输出到大陆 同时也降低了 大陆的二氧化碳排放 除了风能发电 岛上几乎家家户户的屋顶上 都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另外他们还修建了 三所供热厂 在每家的房屋下埋入管道 农民们将节感 运往供热厂燃烧 产生热量 当时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发展新能源的赫尔曼森 现在已拥有了很多名号 气候大师 能源专家 还有萨姆索能源学院的院长 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告诉大家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环保事业当中 只要你愿意走出这一步 从空中俯瞰整个萨姆索岛 随风转动的白色风车 碧蓝的海水 黑白相间的奶牛 点缀在绿色的草地上 今天萨姆索岛真的成为一处世外桃源 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比如说碳排放增加 环境恶化 污染严重等等等等 各行各业 关于生态和自然的讨论 应该是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活跃 而建筑行业呢 也提出了很多绿色环保的概念 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呢 那个时候著名的建筑师 Paolo Saleri 就将生态学与建筑合并起来 他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 叫生态建筑学 Archology 他表示说任何建筑 如果强烈破坏自然结构 都是不明示的 应该将more with less原则 应用到建筑当中去 对有限的物资资源等等 这些要进行最充分 最适宜的设计和利用 另外呢 他还提上在建筑中 要充分的利用可再生资源 而这些观点呢 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是吧 那回头我们想想 智力的生态营地啊 巴西的热带之家 还有丹麦的这个萨姆索岛 他们不就是生态建筑学 最生动的注解吗 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曾经说过呢 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 是相互制约的 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呢 也要尊重自然规律 而时代发展的步伐 他确实很快 人口也长得很快 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呢 学习看得更远一点 然后呢 再想一想 再更远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